中台舒迪的风雨强劲 新北市西州部落 许多家屋被大量淤泥掩盖 四年两年最惨重的一次灾情 部落满地充满泥泥 一楼家具都沾满淤泥 居民从收容所返回家中 开始整理家屋 国军也前来协助清理 从家里面清出来的这些垃圾 会加记我们赶快做一个清理 把环境清理出来 然后赶快做这些防疫的工作 希望说让我们族人 这个生活赶快的恢复 恢复那个正常 几乎百分之九十的家居 都整个都存坏了 我希望说这个部分 政府能不能迅速的送一些物资 或者一些像我们要睡觉用的 这些东西 能不能迅速的能进到部落里面 也让我们在这个地方 很安心的继续的住下去 目前部落正在努力清除淤泥 重新回复家屋面貌 未来更希望政府规划的社会住宅 及早完成 希望说政府能不能透过某种的方式 能迅速的赶快把上面的家园盖起来 让我们不要在每一年 或者每一次的风灾 都碰到这样的情形 这样对租人来讲 也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整个一个安定下来之后 我们再来谈后续 这些社会住宅OK了 之后我们再搬过去 现在目前的生活比较主要 好不好 这个因为社会住宅的问题 牵涉到好几个急处 还有牵涉到它工程进度的问题 风灾过后 居民同心协力清除淤泥 但还要经过两三天 才能清除约八成的淤泥垃圾 他们衷心盼望 重建工作迅速完成 好让他们安心居住 迪林买上新北市采访报导